面包照做,顾客如常消费 这是在曼谷拥有28家面包店餐馆及师哥的本地饮食集团 在泰国实施军阀管制第一天所观察到的情况 虽然观察到现在的局势还是有一直在变 那我们还是看待泰国为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泰国的消费者他们的购买能力也是很强 那他们也是很喜欢吸引的品牌 会继续地在这个国家扩展我们的业务 同样在曼谷,据金银九栋服务公寓的雅士哥说 服务公寓四周目前平静 基于业务专注在长期住客 因此当前局势对入住率的影响很小 公司会继续关注局势发展 并咨询相关政府机构给予住客劝告 而公司也有一套完善的应急计划 农粮局答复本台时问时说 到目前为止,从泰国入口到新加坡的食物供应稳定 当局会密切留意情况 直总评价超市和生存超市 受据实则指出 自行从泰国进口的食品如蔬果和米 目前未受到泰国局势的影响 价格和量方面一切如常和稳定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 感谢您的確 count